你站住 你给我记住了 你已经迈出了分手的第一步 就不能再回头了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 我就 我就 我就死给你看 你干什么 这个哥 你还得 那个 晓辉 晓辉 晓辉你没事吗 晓辉 晓辉 没事 你让我看看 我没事你走吧 我求求你了 晓辉 走吧 你不应该让我再给你一顶 我都可以开心你 你一顶 你一顶 你受不了是吗 行了 我不会放手了 我一定要跟你 战斗到底 我天哪 小祖宗 你你你这干什么呀 你这是谁惹你了 妈 想会她背叛我了 想会她背叛我了 怎么会呢 那那就是真的 难怪她不愿意跟我接我 行了行了 不接就不接 她不跟你结婚 那是她的损失 不行 我一定要挽回这段感情 我一定要向会回到我身边 已经分手了 还挽回什么呀 好男人有的事 干吗拴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分手不可能 这回我一定要接 好男人都死绝了 这非得是这个向会吗 不 互管办的毛鸭鸭 她怎么会和火哥这么亲密啊 一个小管姐 凭什么配得上火哥 凭什么 小弟 小弟 不激热 不激热 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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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看 悠 我儿子是跟谁啊 走得那么近 物馆办的毛鸭鸭 咱们去交物业管理费的时候 就是她收的 怪不得我觉得这么没熟 照片哪弄来的 我有他们误管万一女孩的朋友圈 幸亏有这朋友圈 要不然咱们都不知道火哥 和这个毛哀哀的隐情 薛姨 知道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不可能 没有理由这么快呀 你火哥刚刚跟何语气在分手 怎么可能又认识他 对呀 以火哥的个性是不可能 所以我才吃惊了 你说啊 一个物馆办的女孩 跟我们家伙儿走得这么近 为什么呢 说明她败金 虚荣 可是我们家又不是大款啊 怎么不是大款啊 不是大款 能住这么大的房子 能请得起我这天心小阿姨啊 所以说呢 现在的女孩子太恐怖了 不行 我得打个电话给你火哥 轩衣 拿这个打 现在马上就打 现在马上就打 真贴心 真贴心 路边的野花 你不要才 喂 喂 刘先生 晚安 我想请问你啊 你跟物馆办的那个叫毛 鸭鸭 毛鸭鸭 毛鸭鸭 什么关系啊 你问这干嘛 什么干嘛呀 我是你吗 问问不可以吗 朋友 朋友 什么朋友 朋友到了什么程度 就普通朋友啊 你怎么跟问犯人一样 你在干嘛 我这里很忙不跟你说了啊 不是我说你这 喂 喂 喂 我很多问题没问完你挂我电话啊 火哥怎么说的 他说他就跟那个叫 那叫毛鸭鸭 对对对对 就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普通朋友 学义你信吗 信 为什么呢 让我告诉你 他不过是一个物馆办的一个小姐 那能有什么魅力 跟何宇齐饼茶圆啊 所以说你说得对哦 他就是一心想要放大款啊 所以才勾搭你火哥 对 现在这样女孩太多了 学义啊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静 官 齐 毕业 今天我叫你们进来呢 是因为我要成立一个新的组 在未来的三天以内呢 大家把自己手头上的工作都交接出去 我们这个组唯一的工作重点就只有他 安查尔 在三天内我要知道有关他的一切的一切 他是谁 他干嘛的 他哪里毕业的 老婆是谁 孩子多大 他的第一桶金是什么 这很重要 他喜欢吃什么菜 喝什么酒打什么球 兴趣爱好个人比好 所有一切的一切 我都要知道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他懂了 他懂了你给点反应嘛 懂了还不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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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直接说要借钱哪 你要借钱干嘛 做什么 你别管我干什么 反正我也有钱呢 我就还给你 打欠条也好 签字花也好 反正我有急用 好啊 我借给你 借多少 等一下啊 我算一下 是吧 六万减去 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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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五 啊 什么东西啊 你借钱还有灵有整的 好 我借给你 一言为定 嗯 我借钱要干什么 郑Bon 你怎么穿上灰纱了 你什么意思啊 好看吗 好看啊 能不能好看吗 你说 向辉看到我穿婚纱的样子 会不会回心转意啊 芽芽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她已经背叛你了 你干吗还想着她呀 这几天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可能是因为我跟向辉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 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了 我开始不重视她 不打扮自己 不去呵护我们这段感情了 华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 我相信只要我从现在开始 努力改变自己 努力经营我们这段感情 我就能够赢回向辉 赢回我们那六年的 芽芽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向辉她 她真的是不爱你了呢 想过呀 但至少我为我的爱情努力过了 如果没有成功 起码我不会有遗憾啊 芽芽 向辉她真的有别人了 那些亲密的举动难道你忘了吗 华 你不了解向辉 你别看她整天一副严肃正经的样子 其实啊她就是一个小男孩 一个没有长大的小男孩 孩子嘛总会有犯错的时候对吗 芽芽 你真的是够了 你为什么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向辉向辉向辉呢 这世界上就剩下她这一个男人了 芽芽 你干吗非要这么折磨自己啊 她不值得你这么爱她 你看看你 你这么漂亮 这么优秀 你干吗非她不可呢 为什么 因为我爱她 我忘不掉她呀 我忘不掉她呀 六年的感情 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 我 我心里有个好大的冬 我好难过 我esy 别太熟了 不然我 要不小心 小心 気住 闪到冬 回忆总是哭说 盛卉 你爱我啊 一辈子不够就两辈子 下辈子我也爱你 谁要下辈子跟你在一起啊 只要你这辈子 差一分差一秒都不像 对 一生一世不差分毫 你看见了吗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呢 穿着黑色挺白的西装 那么帅气 我呢 穿着白白的婚纱 是最经典的复活款 和这好穿好长裙感 所有的人都在祝福我们 我看到了 雅雅 你穿的婚纱真的好漂亮 你看所有人都在祝福我们两个人 你看那花童多可爱啊 她还拴了一脚 不需要等你回来 已经等到路线站 因为离不开你的海 离不开 离不开 我为了你要存在 永久没有海 永不住到现在 我没你的回来 我没你的回来 你还在看 你竟然还在看 你有本事别当锁头乌龟呀 来 你去找她 你去找她呀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我偏要说 我知道你还忘不掉她 处处都在为她着想 那我算什么 你告诉我呀 你有完没完了呀 我都已经在你身边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我就希望你在我面前 总别摆出一副臭脸 你不觉得你这样对我来说 太不公平了吗 你要公平 你要什么公平啊 你如果真的把压压 当成你的闺蜜的话 你就不会做那么多 伤害她的事情 更不会逼我 跟你在一起 你少跟我在这儿 逗打一耙 行 我告诉你 我还就逼你了怎么样吧 你这辈子都别想 从我身边逃开 永远别想 你出去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出去 雅雅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小辉 我们天一面 小辉 真是你啊 就那么巧啊 我刚好有事想找你谈一谈 咱俩有什么好谈的呀 毛鸦鸦 毛鸦鸦 就那么巧了 她在我住的小区的物馆上班 昨天我看见她喝醉了 因为跟你分手的原因 她醉得不醒人是她快崩溃了 你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啊 她跟你在一起六年啊 你就忍心啊你 不然呢 你想让我怎么样 让我俩和好如初吗 我告诉你不可能 我背叛了就是我背叛了 这是铁打的事实 你想让我求她原谅我吗 她可以恨我一位 怎么有你这种人 背叛了人家的感情 还那么理直气壮 你知不知道在这个时代 求的一份真感情有多难 就你 把那么样一个女孩子 踩在脚底下 你是不是人啊你 骂完了吗 怎么 你是想替保燕燕出戏吗 打我好了 打我好了 好 你每次见面都这样要求 那我就满足你了 买过了吗 你 我告诉你 你背叛就背叛 不要再出现在她面前 要不让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雨淇姐 你怎么来了 我有东西要用 所以回来拿一下 何雨淇 我说你的皮还真厚 趁我们都不在家 你居然自己偷偷地跑进来 还拿东西 你不是帮了大款的吗 挺有钱的 又新的 真好看 这些破东西你应该不会喜欢了 都留下 妈 她不要叫我妈 我告诉你 我真不知道你是失忆还是 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忘记了 你不知道害臊吗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儿子 放在那边 然后你给你的大款再开房间 他到底做错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妈 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因为只有很多的误会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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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什么误会 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只是告诉你 我儿子好欺负 我不好欺负 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再敢踏进我们家半步 我一定把你的腿打断 你相不相信 这就是我做事的风格 我可以走 但是早晚有一天 你会知道我的苦衷的 小青 鑫匙拿下来送客 余希希 走吧 宣伟 你也认为要我 他担心 和你今天在家的地方 好 我今天LL 好 再来 你 拜拜 我 好 应该是 哈哈哈 我 突然 我告诉你 这个女人 就是名副其实 阴魂不散的妖精 待会儿全都给她烧了 薛妮 你可别激动啊 哥 哥 你干吗呀 你说我干吗呀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打萧跟小灰 结婚这念头 你就别回这家 你看你把咱妈气的 咱爸现在的医院呢 她不知道这事 她要知道 指不定气成什么样的 跟你说够了没有 结不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 再说了 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啊 反正我告诉你 向辉已经背叛你了 你就别再想这事了 赶紧把这婚纱给我退了去 哎 早知道你跟我借钱是买这个 我就不借你了 拿来 哎我说哦 人家结婚呢 是两厢情愿呢 可是你现在只有一个人 少了老公 怎么办呢 要不这样 你把这婚纱穿上 那么冷的天 你就找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往那一站 来个行为艺术 人家肯定觉得你很奇怪啊 就开始拍你 拍了以后呢 传到网上 搞不好你就红了 红了以后 上位肯定会看到 她搞不好 就又对你有兴趣 就又来找你了 好玩吗 很好笑吗 举下我很开心吗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 非要在我双手上撒言 好 你以为我不敢这么做事吗 我现在就去 我只是说一说嘛 你怎么那么脆弱啊 说你两句你就 那你坚强吗 你坚强的话 干嘛要在家上 在同天国啊 你提她干什么呢 我跟你说 人活一口气 向辉既然已经不要你了 你又何必缠着她 让自己那么难受呢 这男人不到处都是嘛 明天我就给你介绍一个 不向辉还好的 刘虎 你相信爱情吗 我以前 是那么地相信爱情 相信向辉 没想到一瞬间 这土崩完结了 我那么一心一意地对她 从来就没有想过第二个男人 我心里只有她 装得满满的 没想到她会背叛我欺骗我 这种感觉真的很保守 别难过了 谁爱情上没有挫折啊 我也有啊 不过又怎么样了 过去就过去了 那是你过去了 我还没过去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不是 看你难过的样子 我难受啊 一切都会过去 好 加油 走 立正 小子看 踢 向前看 向左转 毫舞 走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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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二 一 三 四 四 三 二 四 四 一 二 三 四 凤月 四 四 一二 一 四 你找我什么事儿 我想跟你谈谈 坐吧 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毛芽芽 说吧 你什么目的 是因为丢了工作报复我呢 还是因为对刘霍有什么企图 首先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那么清楚 其次呢 请不要用你那肮脏的大脑去揣测别人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认识了刘霍 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 一个小物馆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 你自己做了什么还需要我再提醒你吗 想着就恶心 你是干什么吃的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评判 我让你来就是要告诉你 刘霍永远都是我的 不要有对她心存幻想的 不过你再纠缠她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怎么不客气啊 吃了我 你要搞清楚到底是谁产着谁啊 霍雨晴 你跟刘霍已经分手了 我跟她有没有关系都跟你没关系 你说话太放肆了 不好意思 我呢 是辛辛苦苦靠上班赚钱养家的 跟你这种浮荡很的不一样 没有工夫陪你在这儿闲聊 失陪 找啊 咱俩谁找谁啊 几十个电话跟催命似的 知道你急着用钱 就这么多了 别再讹我了 怎么能叫讹呢 要不是我制造机会 把向辉灌醉了 又在酒店开好房间 你们俩能在一起吗 你 干什么你 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我绝不饶你 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神似的骂蚂 飞不了你跑不了我 你是想跟向辉好 我是想让我妹妹跟向辉散 这是双赢 再者说了 这个已经初见成效了 我把这事说出去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就好 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 咱俩走这么近 没好处 就贴着爱 越爱得死去活来 钱挣得越多 这是谁的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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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的干啥 不知道啊 这婚纱是谁的 谁的 谁的 主任 主任 是我的 这是你的 我就知道是你的 你无法无天了你 你以为这是哪儿 这是你们家呀 这是误管办那事 跟我进来 反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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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吧 主任 对不起啊 这次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下回我肯定不敢了 下回 你琢磨还有下回吗 赶紧准备准备吧 收拾收拾走人 走人 为什么呀 业主投诉你 说你不安心工作 动机不纯 磅大款 磅大款 我 主任 我天天笑脸像淫 在小区里忙来忙去的 从早上忙到晚上 我怎么能够呀我 我也是向着你说话呀 我冒着掉无纱帽的危险 向上级保证过呀 拍着胸脯啊 我说猫压压不是这种人哪 人家上级看着我的面子 放了你一马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主任 谢谢啊 你跟我说实话 如果你跟刘火 没有恋爱关系的话 赶紧跟他撇清关系 咱可惹不起呀 我保你一次两次可以 长期以往 我可保不住你呀 我知道了 谢谢主任的提醒 那没什么事 我就出去工作了 出去 又偷听 我不是担心你吗 我说谁这么缺德呀 闲着没事 非得来整我们小管姐 真的是吃饱了撑的 行了 你就别三八了 怎么冲着呢 这年头管姐也不好做 艳艳 你看谁来了 真是说曹操 曹操大 你怎么又来了 你闲不闲啊 你这里是务管办的 就这么迎接业主的 先别说这个 你赶紧走吧 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 现在有人举报我磅大款 而且我差点因为你丢了工作 你赶紧走吧 谁呀 无不无聊啊 你小声一点 写这种信的人当然是匿名的啦 谁那么傻 那你解释没有 你肯定没有解释对不对 我去找李小王说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真是够了 你是业主 你是未来的青年企业家 你当然是理直气壮了 我是谁呀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就一小管姐 我要不是寄人篱下 拿了人家一点工资 我才不想忍气吞声呢 我才不想受人冤枉呢 但你别忘了 这一切的来源都是因为你 那我早就是酒店的大堂经理了 我求你了 放我一马 不要再让我二度事业行吗 你记住 柿子都是剪软的捏 今天我就要纠正他们的说法 大家好 请大家过来一下 我有几句话说 今天我来是想告诉大家 请了米后多照顾丫丫 不要排挤她 对了 我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刘火 是丫丫的男朋友 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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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当真啊 千万别当真啊 她今天忘记吃药了 她脑子有病 她脑子有病 是 我有病 我的病就是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你 而你毛鸭鸭就是治我的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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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越想我了 你越跑走路管吧 你到底哪里出呢 是 李主任你也在 好 今天大家都在 我喜欢大家帮我们做的剑 我流过 非常倾慕你们的同事毛鸭鸭 我被她的善良美丽 勤劳可爱深深的吸引 看好啊 对她一日不见如鸭三秋 每时每刻都思念着她 告诉爱情是什么 要是吗 是 是 我就是中了她爱情的毒药 我的生命里面 从此不能够没有 各位 我不是个大伙 你在吃药 我是个小款 今天我这个小款 就要帮你们的物馆之花 网鸭鸭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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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求婚 求婚 太感动了 感动我的多累了 哎呀 真是人间有真爱啊 让我们 为这位 敢于追求真爱的男子 点赞 求婚 求婚 你救我 今天是我的爱吗 我爱你 爱你 接受我的爱吧 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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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点鸭 加给他 放点鸭 加给他 黄鸦鸦 刘复 你可真够神通广大的呀 找我找到赵来了 我告诉你啊 本姑娘不跟你玩了 玩也玩不出名堂 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联系了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骚扰我 好吗 谁骚扰你 你像你 你是我的爱 我所有的都是被我伤给你 你是我的照达的 你是我的失恋 你是我的失恋 我爱我 我能更加兴 不是为了我吗 我能更加兴 不是我都是你 我所有的好想梦想 接受我的爱吧 我爱你 爱你 接受我的爱吧 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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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求婚 同步直播 那给我吧 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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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怎么这么糊涂啊 薛姨 薛姨 十万伙计 十万伙计 咱们得立刻去房屋馆吧 不去 不去 我不去 我不要去屋馆办 你这家都去屋馆办 上班呐 我告诉你我有身份的 你知道吗 我哥现在正在干嘛 还还求婚 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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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我以小黑猫的名义 加入电碗线的微信 只要屋馆办有情况 我立马就能看到 你看啊 我哥怎么那么糊涂啊 他要是真的娶妈呀 这辈子怎么办 那肠子都回青了 薛姨 你就别看了 咱们赶紧走吧 我真的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好不容易刚刚想 吃一口饭的 他就求婚了 误管班 误管班 走啊 误管班呢 好多小熊 好不容易